在上一期我讲一般过去和现在完成的时候呢 曾经提到过我们学习时 它的时候呢要首先把握住它的大的感觉 像是现在完成时 它的大感觉是把过去跟现在联系起来 这就是现在完成时了 而一般过去时呢只是在讲动作 在过去发生的 纯粹是一个过去发生的动作 跟现在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过去进行时 Past Continuous 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大感觉 那还是用这个Timeline来表示 如果我要在Timeline上面表示 过去进行时呢 Past Continuous 它大概上是一个这样子的感觉 我们大致上可以用一个波浪线去表示它 在过去的某一点 或者是过去的某一段时间 正在进行动作 那么通常过去进行时呢 是表示去渲染一种过去的一个环境 比如说你在描述一些自然环境 或者是过去某一个比较长的动作 作为一个背景动作 它的发生是有过去进行时 那么具体来看呢 过去进行时会在以下这四种情况下应用 第一种是A Specific Point of Time in the Past 当我们有一个过去明确的时间点的时候 在描述这个点发生的动作 我们用过去进行 For example I was doing revision at 9 last night 这个在昨晚9点钟就是一个明确的时间点 所以呢 在这个点上发生的动作 我们用过去进行时 第二个是A Specific Period of Time in the Past 过去明确的时间段 其实呢 它的意思就是把一个时间点扩大 比如说 I was doing revision from 9 to 10 last night 昨晚9点到10点 我都在温习功课 那么9点到10点呢 我们可以在timeline上面用一个时间跨度表示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过去明确的时间段 当然了 有时候时间段并不只是可以用点钟来表示 也可以是一个时间表上面的时间段 For example I was zoning off in the English lesson yesterday 那么这边讲到in the English lesson 其实就是一个明确的时间段 所以我们用过去进行时 I was zoning off 第三类是用时间连词when 来连接两个过去的动作 Action A and Action B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比较两者的长短程度 较长的动作用ing 较短的动作用ed 举个例子 When I was taking a shower Somebody broke into my house 那么很明显 洗澡 take a shower 是一个较长的动作 而break into my house 是一个较短的动作 所以呢 较长的动作用ing When I was taking a shower 不过呢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不是绝对的 因为有时候 when也可以连接两个都是较长的动作 或者可以强调某个动作先发生 然后某个动作后发生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其实是需要用到 pass perfect的 那么最后呢 就是when的好朋友 while while跟when在很多方面都很像 然后当他们表示 时间复词的时候呢 在while后面的动作呢 一定要是一个长动作 一定是用ing形式的 for example while I was doing my homework my brother was gaming while 紧接着while的动作 一定是ing 而后面第二个动作呢 可以是ing 也可以是一个较短的动作 用ed形式 好 我们来看一下前四题 第一题 它的答案应该是 What book were you reading when I saw you yesterday afternoon 那么这边呢 是刚刚讲到的第三种情况 用when连接两个动作 较长的动作 ing 较短的动作 用ed 那么很明显 reading the book 是一个较长的动作 所以呢 我们用ing形式 What book were you reading 而较短的动作呢 是see see somebody 用一般过去时 when I saw you 第二题 答案应该是 He was helping his father on work the whole afternoon last Saturday 这边呢 主要是有一个明确的时间段 the whole afternoon 如果单纯是 last Saturday呢 我们应该用一般过去时 he helped 然而这边有一个明确的时间段 是the whole afternoon 所以呢 应该用过去进行时 he was helping 好 那么今天的第三和第四呢 就是作业 答案 我稍后会公布在小红书的 hey上面 你们要是做了同学呢 可以去看一下 他按自己做的对不对 下期视频呢 我会讲过去完成时 pass perfect的用法 你们要是想听的话呢 就继续要收看啊 我现在也要做了一个明确的时间段 我们要做一个明确的时间段